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 我觉得一次就能说他无意 两三次就知道了 又或者 有些就未是很肯定 是不是 就發瘋了 好像我们早前播过的女人 發瘋了 罵她的年輕人 小子 你看我啊 不看他啊 我就算真的看你又怎样啊 你有什么时间啊 發瘋了 省省点 我说很可憐 我又真的未遇过这些 如果我遇到这些 我就吵你了 我看到你那些大 我看你那些小子 你那些小子 我都不吵 我一定说那些话 極盡羞辱她 吵你了 原来你那些小子 吵你了 我看一看也不行啊 我看你啊 你那些大 我看他是不是是水奶 真是假的 原来你那些小子 吵你了 你那些小子 我都不肯挂你了 你回去叫你的小子 吵你了 記住啊 向上挂你才有足够的 向下挂 其實向上挂 是否一定是向上挂够的 不同 不同的原因有不同的 要探索 你不要買那些家庭 拿回來 向上挂的位置 原來有些女人不是那個位置 你那些真是很奇怪的 還有 男人有些聲音 要滿足自己 一邊刮的時候 男人的手 很多時候 他們同一時間 不懂得這麼留意 你自己留意一下 你自己不知道 一邊刮的時候 你又會撞 一邊刮的時候 會撞 於是乎 會有 這樣的聲音 裡面帶一點點水分的聲音 那你覺得很能hyper 其實也很能痛 好了 這一節說什麼呢 我今天看到一篇文章 台灣一個爸爸寫出來的 OK 我就不明白 其實挺難的 但是我又不明白 為什麼不可以處理得好一點呢 話說是這樣的 台灣一個爸爸 他說 他跟他太太結婚 那大家都是 異婚的 大家都是 離婚之後再結婚 那太太也帶了女兒 過來跟他結婚的 他說他一直都十分 愛惜一個繼女兒 但是我們這個節目 因為講得太多亂倫了 所以我先放一整 大家不要放在想亂倫那裡 OK 因為 在我現實生活裡面 我也是 朋友 是真的將 那些繼仔繼女 自己出的 真的有的 我自己都是同輩的朋友 OK 他說繼女 甚至乎比他親生的子女更加癡他 OK 而繼女即將結婚了 事主 這個繼父 本來是很開心的 但是 就是一個原因 導致他現在 也不想出席女兒婚禮 於是他就寫了信 問網友 如何應付處理 內容就是 我就算很愛他 但是血緣 仍然是無法撼動的事實 他說當年他太太 帶著八歲的女兒嫁給他 他作為繼父 他亦都自民盡心盡力 照顧這個繼女 終於在12歲那一年 真的四年後 他的繼女是四年後 繼女被他打動 第一次叫他爸爸 但是即使沒有血緣關係 但是一家人相愛相依 他還記得繼女在18歲那一年 考上很遠的大河 都是他這個爸爸幫他打點安頓的 幫他載完東西去宿舍安頓口之後 他說女兒都抱著我 兩父女都哭了 雖然他不是我新生的女兒 但是他就被我自己新生的一對子女更加癡我 有什麼事呢 第一時間打電話給我 我亦都會在他沒有錢的時候 偷偷轉送給他 我不知道為什麼 偷偷轉送給他 可能媽媽反而不給 過了沒多久 繼女大學畢業 事主力排中議 就支持他繼續讀研究所 其實媽媽也說不用了 你知道在台灣 真的賺不了錢 讀書 繼女也沒有辜貨期望 很爭氣這樣順利畢業 我女兒大過了 當然少不免拍拖結婚 事主說 當她第一次男朋友回來的時候 對比太太 太太對著男朋友很有敵意 反而我是很高興的 因為 太太 你也知道 其實有時候很多時候外母見女婿 就是口水流流流流流 但是外母就可能 覺得男朋友 不知道 就是什麼 反而 我男人看男人準一點 我覺得那天是好男子 所以沒有反對她 終於 繼女和這個男朋友開發結果 準備結婚 事主當然很開心 就正在籌備嫁妝和婚禮的時候 繼女的生婦就出現了 並且要求她 婚宴當日坐主家席 和要拖個女兒 走紅地毯 原來多年以來 生婦每個月都有一天探望我女兒 一直沒有終止聯繫 一邊是有血緣關係的 生婦 一邊是有養育之恩的繼父 誰坐主家席呢 繼女兒覺得很為難 事主 她不願 老婆和女兒難做 於是主動退讓 她說 看到女兒為難的眼神 我主動退出 因為血緣真的無法撼動 但我對她的愛也是無法撼動的 這個決定令事主很傷心 於是乎 她甚至乎覺得這個人生陷伏 連發夢也夢見她自己 娶一個女兒走紅地毯 她說夢境有多幸福 醒來有多悲傷 但是現實呢 是不可能像偶像劇一樣 反轉的劇情 才能夠接受和面對 她本來就打算 不要坐主家席和親友席 默默看著繼女披婚紗 嫁就算了 但是因為出了這個Post 反而引起熱議 有同樣經歷的爸爸 留言分享 改變了事主的想法 有一名網友說 我知道你的感受 我知道你的難受 因為我太太的女兒結婚的時候 她的生父 也是走過來坐主家席 而我的大女兒 是三歲就來我家 直接在我懷裡長大 由於不想女兒為難 這個男網友就直接不去婚禮 怕在婚禮裡面哭 所以就和朋友去釣魚 視尊看完婚禮響之後 都覺得不如索性不要去婚禮 就更好 我也想乾水不去教好 他們不用擔心我 也感受我 比較不會這麼難過 但是 也有其他網民安慰事主 說 教養給血緣更加重要 他說 他說 以後結婚是他 去過日子 你做後統 等等 當然也有些人覺得 為什麼不可以放在台上 等等 也有人支持他不出席 其實我想說什麼 其實我想說什麼 我先當這件事是真的 我覺得她的女兒或者老婆 現在什麼世紀 首先兩個錯主家直 我認為是沒有問題的 絕對沒有問題 反正這個生父 原來每個月 過去這麼多年都沒有斷過過 女兒 跟他見面 我覺得她也應該對你 不會有敵意 你這樣去栽培她的女兒 她只是一個星期見她一次 而公主教學哥是你 如果是make sense的人 兩個人一起錯主家直 絕對沒有問題 如果甚至乎真的要錯 我覺得是你錯 更合理 但是她跟爸爸關係好 那就兩個錯主家直 今時今日 你還怕別人說 原來他們離婚 後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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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 但真的要一個拖 那就大家作為好 總而知 不要令她女兒為難 反而 如果她的女兒 糟糕 變成 我相信 她女兒一定會很難受 你給我 說我嫁了 最疼我的爸爸不在 即使那個人是 所以 我覺得網友的意見自然是有很多 雖然是一個儀式 雖然說你不去也不代表不愛去 但是 也是重要的 儀式的 聊天就去 我還有一些時間 約他那個生父出來 我覺得大家成年人 幾十歲 有什麼問題呢 一起 坐著家籍 至於哪個拖女的 其實可以的 兩個拖沒有問題的 覺得異上嗎 怕被人笑嗎 你覺得怕被人笑是 遺憾帶還是 你缺席了婚禮 你的女兒的遺憾帶 你自己也遺憾啦 其實我自己也有朋友 是在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人很奇怪 血緣自然是一件事 譬如我們見到親戚 這是哪個哪個 咦 你老母 原來他 是我的堂弟 我這麼想的 屎你老母 但是 你自然當然是會有 即使不是從小到大 是會有一些親切感 但是 是不是最重要呢 會有一些親生子 兄弟子母一起長大 都可以反目成仇 所以血緣固然是親 會有親切感 是不是最親呢 我覺得 真是 那個相處 是吧 即是 剛才我講的我老友 他 我好像也講過 他老婆和他都是異婚的 他老婆 就帶了 兒子過來 現在他老婆走了 他 仍然是當兒子 是我兒子的 他都會說 喂 你老母 阿強 那時候你跟著媽媽過來 現在你都大過兒子了 三十歲了 你媽媽釘了 你搬出去 你又不是姓葛的 你又不是姓葛的 你猜你不會這樣 有沒有這樣的人呢 我不排除有 但是基本上 其實 在這麼多年的相處之下 這個兒子 又是跟你的小孩一起長大的 那他一家人 不關於血緣事壓 OK 好了 明天是星期三 明天還沒有開始我們那個驗身計劃的 我聽說我談了一些AI 我也很想趕快搞 學會這件事 而且是美女來的 大家相信我 真是美女 今次真的不是吹噓 我沒有騙你們的 之前上演 是不是Eatable 你不要這麼傻了 你不吹噓 各位不要說那麼多 趁上演不在 他們也不會聽 他聽到就死了 我聽到就聽到 上演 Eat的 上演 小我一個跨 也不小了 1 不Eat的2 我看你們Eat不Eat 我才走 明天繼續給你馬步 我覺得都是Eat多的 我們一定有文化不Eat的 但當然我們是認識的 我們認識的 真的不要這麼說 但不說就說了 你看看 不要這麼說Eat Wallens說Eat 很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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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的 但很多意 對呀 對呀 上演是我們的朋友 你這樣說會不會很侮辱呀 Eat 你關你什麼事 不是馬佬的 打字 兒媽 兒媽 兒媽痛呀 真的容易 容易 不要讓上演聽 這麼多意 因為熟了 我跟大家說 你們是沒有見過上演真人的 我正常這樣說 我們絕對不想Eat是熟的 但你能不能Eat 熟了 我們不想這些東西 是不是Eatable 他們看我實在是一格 一定是一格 尊重的人 我明天再說一句